雲林縣政府將在8月19日至20日舉辦雲林電競派對比賽 本次比賽也與群俠爭霸武林為號召 邀請喜歡電競的選手來參加 比賽中獎金高達32萬 直到年滿15歲以上的民眾都能報名參賽 本次也邀請到了統神來現場宣傳 報名日期直到7月12號 邀請大家踴躍參賽 請啟動 在大家的印象當中 雲林縣就只是農業大縣 但這幾年來縣府是積極推動各項的青年活動 例如這次第二屆的電競派對 也將在8月19、8月20日在雲林體育館盛大舉辦 總獎金是高達32萬元 2023年的雲林電競派對 即將要隆重登場 我們預計在8月19日、8月20日 在我們雲林體育館來隆重登場 我在這裡邀請所有的電競好手能夠來到雲林縣 來參加這次的電競派對 那我想我們所有的活動的內容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多元 也非常的豐富 在這次的宣傳記者會 知名直播主 彤仙也來到現場做宣傳 並表示 目前全台有9成的電競賽事 都是在北部舉辦 中央部選手不論是在住 或是吃的問題都是一大開銷 很高興這次雲林可以來舉辦賽事 邀請到各地選手都能夠踴躍報名參賽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目前的電競活動大概9成都在台北 那其實中南部的選手們很多人 不管是住宿還是交通 甚至可能連吃飯什麼的 他們都是一筆蠻大的開銷 所以這一次 當然北部的也歡迎下來挑戰 來踢館 像我就從北部來踢館的 我是從台北來的 然後當然主要在地的中南部的朋友們 這次是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讓你見證自己的實力 這次的電競比賽 在縣府也結合了霹靂布袋戲 並以群俠爭霸武林為號召 在決賽當日 除了邀請到知名直播主統神 所帶領的隊伍進行交流賽 更是安排了多項的精彩表演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結合 雲林縣是一個布袋戲的故鄉 我們結合霹靂布袋戲 我們束繁針帶著大家 可以周遊我們雲林縣所有各個景點 那透過電競讓你更加認識雲林縣 開始一直到7月12號 我們的電競拉拉隊的徵選 已經開始了 邀請所有的校園的武林好手 尤其是雲林的武林高手們 來參加我們電競拉拉隊的徵選 無論男女都可以來參加喔 雲林縣電競派對比賽 總獎金高達32萬元 比賽也將在8月19、20號來做舉辦 而報名期限也到7月12日為止 只要是年滿15歲的民眾 都能夠報名 歡迎全台民眾踴躍來參加 即將雲林縣採訪報導